现在的豌豆特别的鲜蜜好吃 配上乳末这样炒,天天吃都不够 这是刚包好的豌豆 再准备一根胡萝卜和一个土豆 去掉外皮清洗干净 切成小丁块 锅里的水开加入适量的食盐食用油 使菜的颜色更好看 把豌豆倒入锅里 焦好的土豆和胡萝卜一块倒入锅里 煮3-4分钟左右 把豌豆和配菜煮熟之后捞出来 锅一下凉水,颜色更脆绿 热锅凉油,把牛肉末倒入锅里 炒至便色 倒入葱姜蒜,一小勺的豆瓣酱 炒至香味 倒入味道鲜鲜 和少量的老抽上色 把豌豆,胡萝卜和土豆倒入锅里 大火翻炒 调味加入食盐和胡椒粉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豌豆和土豆倒软弱入味 再加上肉末的香味 拌着米饭,真是好吃的停不下来 豌豆对食盐特别的好 特别是家里有孩子的朋友 赶快安排起来 小意思 嗯 并且